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歡迎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 第十九度率團訪台 參加我和蕭美琴副總統的就職典禮 這次會面不僅象徵台灣和史瓦帝尼王國 持續深化邦誼 也為兩國未來的合作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史瓦帝尼奉行沒有敵人 舉世皆有的外交政策 已經在國際間樹立愛好和平的良好形象 台灣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議員 也跟史瓦帝尼一樣 致力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活動 希望為世界做出更多貢獻 因此對史瓦帝尼長期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在各種場域為台灣發聲 我要代表台灣人民表達最誠實的感謝 我了解國王陛下對史瓦帝尼的發展 有非常宏大的願景 過去幾年來 台灣和史瓦帝尼 在農業、教育、職訊以及資通訊等領域 廣泛合作 成果有目共睹 未來新政府將在既有的基礎上 希望跟史瓦帝尼一起推動各項合作計畫 持續促進兩國的共融發展 我們兩國建交已經超過半個世紀 這一次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 親自出席520就職典禮 相信未來台灣和史瓦帝尼 也將分享彼此的榮耀和喜悅 我非常期待跟各位貴賓一起努力打拼 深化兩國的交流合作 也請國王陛下回國後 代我問候王母陛下 謝謝大家